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就叫这个靳明兄的意见之前 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国民党的一些相关的意见领袖 他们对于败选后的国民党的权力的调整的一些相关的说法 江启成已经辞掉中常委 那包括有几位都辞了那个 熊廷是吗 熊廷也是吗 黄昭顺也辞了 蒋万也辞了 那呼吁说明天大家一起走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败选之后的国民党改革之声 如预期又再一次想起 套一下沈医师的说法 again again and again 来看看下面先的画面 这个 这个 这个主席 这个辞职 拖一天 国民党 多伤害一天 多伤害一天 把这个推到给中常会来 也在领持我们这些中常会 我想 国民党的章程里面没有总词这两个字 我们希望照制度来 我们照党章来 我们党章规定的非常的清楚 就是说主席出缺的时候 就有 在党代表他会通过 赵顺瑞的那个主席呢 第一位副主席来代理 并在三个月内里面 办理补选完毕 这样的这个 没有总词这两个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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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主席 这个辞职呢 拖一天 国民党 多伤害一天 多伤害一天 把这个推到给中常会来 也在领持我们这些中常会 今天为什么希望吴敦毅主席下来 其实不是让吴敦毅主席难堪 而是吴敦毅主席如果不下台的话 事实上国民党走不出 我刚刚讲也没有什么两岸论述的 往前走的空间 也没有什么青年的那个选票 如何争取回来的一个空间 也没有所谓的今天我们怎么样去 讲说我们今天要再去 新媒体的一个话语权的平台 如何建置的问题 OK 败选之后的国民党检讨之声 立刻士气 但是似乎矛头都最准的这个 现在的主席吴敦毅的 吴敦毅真的这么万恶不赦吗 我们来看看相关的讨论 那在讨论之前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最新的 Eat Day新闻营所首创的 纪委九世民调 在这一次的总统大选的预测里面 我们以18.6的封关名册 全国得一名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最近 所做的这次民调 来看一下这个有关国民党败选后 谁最该为国民党的败选负责任 认为吴敦毅的39.8 认为韩国瑜的35.5 吴思怀的4.2 郭台铭2.6 王金平1.5 马英杰我0.6 叶玉兰0.2 朱立伦0.1 其他的人选高达15.6% 我对于排名第一领先 韩国瑜大概4.3个百分点 来看一下 谁最适合担任 下一任的国民党党主席 朱立伦30.4 蒋万安13.2 谢龙介9.2 韩国瑜9.1 王金平6.2 马英九4.8 联盛文3.7 洪秀柱3.6 江启臣3.2 吴敦毅继续留任的话 只有0.4 这里面如果按照 目前国民党内部 所显现的讯息 可能有五位 对党主席竞选 有企图心的朋友来看 这五位里面 可能有两三位 没有被在这一般人提起 所以你们努力 可能还在加把劲 对不分区立委席次的 分配的满意度 不分区立委席次分配 那目前来看 大家认为国民党 取得13席 民进党取得13席 民进党取得5席 实在力量取得3席 对这样子的 整体不分区 席次的分配 您认为满意吗 认为非常满意的9.1 还算满意的38.9 不太满意的28.8 非常不满意的15.3 不知道没意见的7.8 大概还算满意的人 比例稍微高一点 继续往下看 对吴敦毅为国民党 败选下台的看法 非常认同的高达60.6% 还算认同只有17.6 不太认同5.2 非常不认同2.7 不知道没意见的14% 可见在认同跟非常认同里面 已经达到非常绝对多数的比例 这个讯息对吴敦毅主席的 续任党主席来讲 应该是一个非常重大的 意见上的打击 但是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题是 对蔡英文当选总统满意度 非常满意37.3 还算满意的24.2 这两个加起来 已经高达60多的一个正向认同 不太满意的13.7 非常不满意的17.9 比较有趣是 如果以韩市长这次的得票率来看的话 30多少 38 这个不太满意 假设我认为来宁都不满意 13加17的话 加起来 似乎并没有 韩市长得票率那么高 也就是说韩市长政策里面 对最后的结果 某些程度还能够说 算是满意的 OK来看一下 李堪你对这份民调 给你的意义 一个歧视是什么 我觉得他那个支持谁接任这个党主席就是 我应该说谁为败选负责 韩国瑜跟那个吴敦毅看起来一半一半 对3935 对 但我觉得现在很显然 国民党内部的监考程度 只在针对吴敦毅 是 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是 我觉得这个败选有三大原因 就是说 吴敦毅的私心 韩国瑜的野心 还有那整个韩粉 加上那个衬韩产业链的不负责任 衬韩产业链 我会这样讲是因为 那个衬韩不光是台湾才有 在对岸也有 这衬韩是可以当作一门生意来做的 是一门生意有利可图 就是说真的很可怕 他从2018年他那个银下高雄以来 那个有个很大的AQP叫今日头条 邱毅在那里粉丝是第一名的 他们就疯狂的去拉拢这些 衬韩上位的这些 各种各样的人都有 然后呢在那边开账号 然后就接受那种集体的这种群众的崇拜跟狂欢 然后邱毅就是第一名嘛 他过去还没有过度的跟韩国瑜站在一起 最近前两个月才有 就他整个就是这种 趁着韩国瑜 不管想红或者想吸引这个 做直播想吸引这个眼球的氛围 都没有停过 这是在害了韩国瑜 因为他不是一个健康的现象 他只是少数人他搭上这个潮流 但是被特定的媒体把它给放大 对 OK 然后而且我觉得有个现象我一直在注意就是说 他过去韩国瑜那个策略小组跟议题小组 很多都是就是比较深蓝选区出来的民进代表 是议员 这些人他们完全就是没办法去打这个选战的 因为他们过去在他们自己的选区里 比如说台北市几个选区 他只要上上这个中天的节目 然后骂一骂民进党就可以当选了 就他如果把韩国瑜当成台北市总选的话 他们这样做是可以的韩国瑜可以赢 但是他不知道他们台湾并不是只有台北市的 他必须走出他这个同温层 这个深蓝的同温层 他必须去了解这个整个台湾的民意有多少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些以深蓝为主的这些 我觉得是衬韩产业链 绑架了这个韩国瑜给他的不断造成 所以你认为主席的失心韩国瑜的野心 再加上衬韩的产业链 这个三个元素缴获在一起 造成今天非常重大的挫败 那你认为国民党到目前为止 对这个挫败有没有检讨到 这个问题的本质上还是在周边打转 甚至是未来的所谓 这个党的领导权 在那边做权力的泄斗 只是包装的很美叫做我们要来改革 你能观察呢 我觉得是有点在包装了 就是他不是一个公平的 我觉得真的就应该对这三个元素缴都要检讨 韩国瑜本身也要负责 你根本就不应该选 当时我记得我们在节目里也谈到 就是他不应该选 我还记得我个人当时我是 我其实我一直是同情国民党的 当时我是支持王金平的 现在事后看来 王金平对他的评价不公道的 今天如果假设他来选的话 也许就不会这么惨 因为当时王金平他就是这样 他没有说被一之前他给绑架了 他还是可以 某种程度可以挡住那种 群众对反送中的这种恐惧 然后他还可以不要的就是说 韩国瑜整个被外省这些 升兰军公教给绑架 然后把整个国民党变成这种 有点像新党化的这种趋势 当初很多台湾的评论界担心说 一旦挫败的国民党 会不会再一次从两党的 所谓势均力敌的竞争 进一步萎缩成大号的新党 大号的统促党 你认为这个危机的可能性还存在吗 我觉得非常大 因为这些铁杆 韩粉 军公教 升兰这些人 他们其实都是好人 只是他们的 规定是不会改变的 他们不可能说为了去迁就这个 国民党在台湾的发展 年轻人的发展 他们就改变他的念头 不可能 所以我觉得 国民党现在的路线是非常非常麻烦的 就他如果真的改名叫台湾国民党的话 这些群众他是不会去认同的 他一定会自己去组个党 如果因为今天自由时报报导说有一些国民党的年轻世代 包括地方的一些基层的民代 甚至慎重 或是说是可以讨论的说要不要把中国国民党中国拿掉 但是你认为说一旦把中国拿掉 另外就有人说中国我继续拿来用 你会有这样子的 所以有个很有趣的这个现象 新党本来说 周一要讨论他的去留问题 据我了解 他们本来当天郁主席是心灰意冷 真的怎么要考虑解散 总得票率就1.4个百分点 在不分区的习治上 不分区的得票率1.4个百分点 结果后来开了会以后发现 就留下来继续奋斗了 那有没有可能是 等着就是说国民党这样四分五裂以后 有可能可以接收 或是说去吸引这些 这些老一代的国民党 万一做本土化的路线调整的话 那有些人出走那就来新党吧 认为 郁主席有稍微在等着这个可能性的发生 你这个脸书很有趣 说蔡总统一当选之后 你的微博账号就被封了 为什么你得罪谁 就是他们就打他们脸 不是我要打的 是那个选举打的 然后他们过去一直在 国台卫一直在散发这个讯息 就是说 好像台湾人多讨厌蔡英文 然后多喜欢国民党 多喜欢韩国瑜 然后两人就快要统一了 是 他一直在散播这个氛围 当然对香港也是 香港这个运动一开始 他们就一直说 这些反对势力是一小部分的人 是 所以他们就相信这个选举完了 包括区域会的选举 完全不是这样子一个结果 对 然后当时香港选完了以后 11月份这么难看 对他们这么丢脸 对大陆这么丢脸 我就跟他们讲 你们现在要接受蔡英文准备要赢的事实 不要再去掩盖 不要再去用 你在微博上发表这样的 公开这样讲 比如说你邱玉这些人在台湾 这完全是被边缘化的人物 你不能又用他在大陆去骗 就是老百姓说 好像他代表的主流声音 你们应该去检讨 为什么会台湾跟香港 这些特别是年轻人 不断的在反对你们 你们要检讨自己的问题 不能整天怪人家 不能整天怪我们 不听继续 像邱玉在那边闹 像央视去闹 到选前前几天还在说 什么韩国瑜人气 人气压过蔡英文 然后选完一天 标题就变成了 蔡英文不能为所欲为 他们这样子阿Q的 这样同调的人 然后我就讲出来 他们就把我给封掉了 OK好 你以为我们会感觉到说 如果这次的挫败 大陆涉台的机构 会不会有一些人事的调整 因为我看到几个大陆问题的专家 包括一些财经专家 那两岸他们不同的视角 认为说这个跟当初的预期 包括跟事实有非常严重的 招惊走中 这台语的 哇怎么差那么多 会不会对这些长期主导 涉台事务的这些官员 这些像国台办主任 会不会有些人事调整压力 你能观察 我觉得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就他跟香港那个中联办 王住云被换的有点不一样 王住云被换的原因是在于 他吹牛说选举可以赢 本来他们是要搁置这个选举 但是他保证说可以赢 所以才让选举进行 所以这个是最加一等 但是据说这是国台办选前 他们自己知道说根本就赢不了 虽然在央视上面吹牛说 可以赢 碾压蔡英文 但是自己也知道赢不了 所以他们这方面是 就是没有再最加一等 就没有再去多一个欺君之最 但是他们现在就开始赖 就是说把这个问题 全部怪到港澳办 跟中联办 说你们的香港的这个东西 破坏了韩国瑜破坏了我们对台的工作 怎样怎样 所以是香港跟澳门 害了韩国瑜的选举 他们就是这样子赖 但是我觉得他们能不能支援其中 我看很困难 因为这个很显然事实不是这样 好 君平你从这个桃源来不好意思 这个也是一段路途了 跟着选举区有个小新闻 昨天都我大家不健忘了 昨天是1月13号 是前总统蒋经国先生 逝世32周年 我们看谁去投了祭拜 这位在台湾庶民阶层 很得到人心的一位国民党 来台湾的应该是第二位的国家领导人 前总统蒋经国先生 宋楚瑜去 他是蒋经国学校的高材生 长期陪伴在蒋经国总统身边 郭台铭董事长也去 马英九总统也去了 他们都去了 我第一个时间我想说 当初不是讲说 庶民蒋经国 数位孙运玄的这个 韩国瑜跟这个张善政 为什么没有去 我常觉得 如果你心里面真的有一个 蒋经国这样一个图腾 跟一条路线在的话 你说不方便去 你脸书应该写写一点东西 这是我觉得说一个政治人物 一旦你开始标举你的神主牌 你的总路线 你的祖宗牌位在哪里的时候 时间到了那个价值 那个怀念应该要很自动的把它彰显出来 我觉得这部分应该 韩市长要多做一些努力了 对不起 对不起 这些人是这么好的 蚂蚓鼓 因此 我